这世界上的人除了分为男人和女人,还有一种便是强者与佣者,强者除了在工作上表现优异以外,在生活中也很出彩,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与优秀的人为伍,与强者同行,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过人的长处,而反观佣者,或许他并不是全然地放弃生活,颓废度日,但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显然就没有强者那么的眼光长远,其实做人很简单,你可以不用选择成为最强的强者, 但一定不要成为最平庸的强者,而强者与强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 有以下这三点,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是强者还是强者 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 强者能顺势而变,强者只会自怨自艾 巴菲特曾说过,当潮水退去时,你就知道谁在裸泳,这句话意味深长 意味着强者在困境中能够随波逐流,而拥者则会陷入自我怨队的泥场 约翰,阿弗·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 他在他的短暂总统任期中做出了许多卓越的成就 然而,肯尼迪并非是一路高歌猛进 他也因为一系列问题而一度陷入低谷 在1961年,美国的珠湾事件爆发,数百名古巴审判后被捕古巴叛乱分子被判刑 这个事件让肯尼迪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选择沉沦自怨自艾,而是运用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来克服困难 他重新评估了他的古巴政策,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和国内成果 在肯尼迪挑战权威,争取平等和公正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 他在民权运动中与黑人领导人密切合作,推动了美国的种族平等 他在1963年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 激励了整个国家并深深影响了美国历史 与肯尼迪不同,拥者通常会为困难和挫折而沮丧并自怨自艾 他们往往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可能会停滞不前,没有积极的行动去改善自己的境况 这种消极的态度往往会使他们陷入恶性循环,无法摆脱困境 然而,在人生中,困境是无法避免的 强者才能看到困境中的机会,强者不会沉溺于自己的苦难 而是努力变得更好,他们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他们懂得适应和变通 并看到挑战中的机会,强者能顺势而变 拥者只会自怨自艾 肯尼迪总统的例子告诉我们 强者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拥者则会选择停滞不前,自怨自艾 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强者 只需要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创造力 面对挑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正如巴菲特所说 当潮水退去时,你就知道谁在裸泳 强者能经受苦难,拥者只会轻言放弃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 成功是能够从失败走向失败 而不失去热情的能力 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他在二战期间带领英国坚持抵抗纳粹德国 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个伟大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和决策的结果 更是丘吉尔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的体现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并不一帆风顺 他曾经两次在竞选中被击败 也曾经在低谷时期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和嘲笑 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坚定地继续努力 即使在英国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时 他也没有动摇 而是鼓舞人心的领导国家 带领英国人民勇往直前 丘吉尔的成功背后 是他艰辛付出的努力和无尽的坚持 他热爱政治事业 并且非常谦虚 愿意不断学习和改进 他明白困难和挑战是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而不是要去回避或者逃避 他总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并坚信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坚韧 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 丘吉尔相比 雍者往往容易放弃 他们缺乏自信和坚持的决心 遇到困难和挫折 就会选择退缩 选择走捷径 甚至放弃追求自己的目标 雍者对苦难和痛苦 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他们更关注眼前的舒适和安逸 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追求 雍者的放弃 源于对自己的怀疑和恐惧 他们害怕失败和被拒绝 他们对痛苦和苦难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 对成功的价值认知不够清晰 他们对于困境往往持有消极的态度 不能够看到其中深刻的意义和机遇 成功者与雍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态度和心态 强者相信自己的能力 并且坚信只有通过努力和坚持 才能够征服各种挑战 他们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待困难和苦难时能够保持乐观 并且时刻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他们选择探索和挑战 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冒险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丘吉尔身上 学习到面对苦难时的正确态度 不轻言放弃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坚持不懈地努力 相信自己的能力 这样才能经受住苦难的考验 最终取得成功 强者乐于助人 雍者只会极度毁人 凯撒大帝曾说过 我喜欢那些力量强大而不残忍的人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出了强者与雍者之间的区别 强者乐于助人 雍者只会极度毁人 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道理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不乏强者兼具智慧和温暖的人物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李白 李白 唐代的文学巨匠 其诗作以豪放奔放的风格著称 然而 他不仅在文学上才华横溢 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也表现出了强者的品质 他慷慨大方 乐于助人 有一次 他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 形色匆匆的年轻人 询问他的路程 年轻人告诉他自己是迷路了 正寻找回家的路 李白毫不犹豫地带领年轻人 找到了回家的路 并送给他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已是友善和助人的精神 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 强者乐于助人的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强者之所以能够乐于助人 与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有关 强者不仅有力量 也有智慧 他们明白了力量的真正意义 明白力量应该用来帮助他人 而不是用来欺凌他人 强者之道 通过助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 也可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相反 佣者只会极度毁人 佣者心胸狭窄 看不得他人的成功和进步 因此常常抱着负面情绪 对待身边的人 他们以极度为动力 通过毁谤 诽谤和造谣 来破坏他人的名誉和信任 佣者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弱小和自卑 他们觉得只有通过毁灭他人 才能凸显自己的优秀 对他人的成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和威胁感 正因为如此 佣者往往陷入了恶性循环 他们用负能量对待他人 却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快乐 相比之下 强者通过乐于助人 获得了内心的平衡和满足感 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和信心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从李白的例子中得到启示 作为平凡的人 我们应该以强者的心态 拥有善良 乐于助人的品质 无论是在工作中 学习中 还是与他人的交往中 我们都应该懂得帮助他人 鼓励他人 并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与人为善 树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获得更多的友谊和支持 夏宁说 活着要有自己的价值 要作为一个强者 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们做人 应当要努力成为一个强者 不求是最强的 但求不那么平庸度日 而分辨一个人是强势庸 也要牢记以上三点 从而做到慧眼识人 选择自己的最佳队友 一起奔赴成功 感谢您阅读 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 请积极参与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